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板娘小薇 今天我要接受的挑战 是这位叫做 魏家军古佑 提出来的人生画廊 哎 看来大家对我的画画技术 但是念念不忘 我都玩了好几款这样的画画游戏 你们还让我玩 不过这个游戏据说还得过青独角 感觉它应该会是一款很温馨的游戏 不知道会让我画些什么可爱的东西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向你们展示一下 我高超的画技术 开始 今天我们的挑战 天天玩戏 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底国王小薇 哇 这画风这么带感的吗 这里有个相框 哦 可以擦干净 慢着 这个人怎么只有一只眼睫 What 这就是那个单眼男孩吗 他怎么哭了 嗯 哎 这眼泪怎么变成了根绳索啊 这绳索连到哪里呢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有人要自杀了 别吓我呀 这是开始第一章了吗 我怎么觉得这个游戏不太对啊 我还以为是个换坏的游戏呢 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觉得有点忍惑心呢 小伙伴们 这是说明这孩子要诞生了吧 是两个孩子啊 连体婴儿吗 What 有个天平 一边放一个 哇 你一只眼还那么重啊 这个球马 我感觉是代表父母的意思吧 不对啊 怎么这样都不行 原来父母都要在这一边 我懂了 这是不是说这个独眼男孩 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呢 可能是他爸妈觉得 他只有一只眼睛 所以嫌弃他了 那这个蝴蝶又是怎么回事 摇翅膀好像会让他背上的灯变亮 怎么又灭了 难道要快点摇 没用啊 哦 原来他这个图案是能对应的 按他的顺序挥动翅膀 OK 你们看 妈妈忙着照顾弟弟 他肯定是不受宠爱的那一个 这又是什么东西 这边上的纸也剪不了啊 哦 原来这些颜色可以变 那就是调成跟照片一样的颜色了 这个简单 OK 妈妈把他的礼物都丢掉了 这也太过分了吧 这是个密码锁吗 调到一起 这东西怎么好像闪光灯啊 哦 原来这东西是聚焦用的 是那张全家符 我已经拍了呀 怎么没反应呢 嗯 我去 竟然还有颜色要调 OK 大家一起说一句 鞋子 这又是要干什么 应该是要按某种方式排列起来 把你们都放一起好不好 那把父母和这个男孩放一起 另一个应该是被孤立的 怎么也没反应啊 哦 我懂了 这上面有黑色的轨迹 跟背景上的重合应该就可以了 哦 看 这个独眼男孩心里非常难过 这里好像是要帮爸爸做烟料 我去 这东西也太恶心了吧 不是说得过亲子奖吧 真的是这游戏吗 我的话玩不下去了 这次的烟斗要橙色 可这边没有 作为一个专业画家 我来告诉你啊 红加黄 那就是橙色的 哦 紫色的话呢 就是红加蓝 学会了没 这次换妈妈了 嗯 他的眼珠会转 啊 应该是按他看的方向选择吧 搞定 论解密的话 那根本是难不倒我的 哈哈哈哈 这又是什么东西 我去 吓我一跳 怎么还能摸到耳朵的 啊 我懂了 每次摸对方向上面的锁 就会开一点 好像是看向哪一边的眼睛多 就摸哪一边 nice 打开了 嗯 不是吧 这玩具也好奇葩 看 这个男孩已经嫉妒的面目全非了 这次变成了本故事书 这书好像跟他的独眼有关系啊 哦 这些是咸鱼吗 所以这故事啥意思呢 敢不敢给点蚊子提示啊 嗯 恶魔 难道他是恶魔 这关要偷窥别人 不过这望远镜该怎么用啊 嗯 啊 这边也有零件 可是都装不上去啊 喂 你能不能自己装一下呀 哦 原来是要装这个椅子上 OK 看看有什么东西吧 这是还要调焦距吗 不过还蛮好调的 看这把伞的轮廓就可以了 原来是他爸妈带着他弟弟出去玩 没带他 我去 什么情况 这家伙是不是要黑化了 不能玩了 都没有买了 这个 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课金的惩罚呀 what 啊 没有吗 我怎么记得有呢 那太遗憾了 这游戏没法玩了 哇 小伙伴们 不是我要花石耍赖啊 是这个游戏的很多画面 我觉得实在 不适合你们看啊 可不是因为我害怕啊 主要这游戏恐怖嘛 也就算了 它还有点精神污染 你感谢 不过在这里呢 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不要因为生命的小伙伴 它跟别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就去歧视别人 作为人不可貌相 对不 好啦 除非本视频大家都喜欢播放量报表 点赞点到爆 否则咱们还是玩点别的开心的游戏 记得给我留言你们想看的挑战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